企业里边的工人 你怎么知道他是社会主义 就是你怎么知道工人阶级当家做主没有 那这里边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干部管理者和群众工人的关系 对吧 你像那些主张一掌制的 主张这个专家制厂的 主张实际上把工人看成是雇佣劳动者的 就是你好好干活 你不好好干活 我罚你钱 我扣你工资 甚至开除你 你失去的铁饭碗 基本是不失去铁饭碗 但是你如果 就是说领导能扣你的工资 扣你的奖金 能惩罚你 你就不可能当家做主 这是最具体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 虽然我小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跟我父母在这问题上争得面红而赤 他们完全反对我的主张 我当时想着就说这个应该有奖励制度 有这个多劳多德 所以有这个企业层面的奖励 有地区的行业的奖励 然后有工厂的 有单位的就是具体车间的奖励 就是说从车间的 我想过特别复杂的奖励制度 就是说你这个行业做的好 这个行业的工人应该有一份奖 然后你这个企业做的好 你的企业有一份奖 然后你的车间做的好 你的车间应该有一份奖 然后你的工段做的好 你的工段有一份奖 然后你的个人做的好 你的个人有个奖 你看从行业到厂到车间到工段到个人 你看多么全面 当时我就主张这种的 我父母就坚决反对 我跟他们争得面红而赤的 后来我就发现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工人 你的奖金是受领导控制的 那么你还敢监督领导吗 你想想你的奖金 你的工资 你是否比如说评级 能不能评上去 这些决策权都在领导手里边 那么你就真正的失去了 对企业的话语权 他很直接的 你要给领导提意见 那领导就可以扣工资 给你穿小鞋 甚至在评工资的时候 不通过 不让你评工资 所以你必须变成一个拍马屁的 跑领导喜欢的 所以在温官城上 你可以看出来 工人一旦丧失了自己的铁饭碗 铁饭碗是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必要条件 不是说有了铁饭碗 你就能当家做主 但是你没有铁饭碗 你不可能当家做主 对吧 所以凡是当过工人的都知道这个 你要是没有铁饭碗 那么管理者时时刻刻可以威胁你 威胁你的钱包 他管控着你的经济命脉 那么你就不可能真正管理企业了 所以有了铁饭碗 才使得矛盾时代的工人敢给领导提意见 敢切大字报 敢开批判大会 敢游行示威 对吧 没得铁饭碗 他不敢 没得见